為處颱風高發地帶的台灣 雖然近幾年非常幸運 沒有遭到颱風上門的侵襲 但你還記不記得還有多少個這樣的怪臺 曾經對台灣造成重創呢? 大家好,我是李懸 歡迎收看《原來如此》 台灣真不愧為各國眼中的寶島 在疫情漸漸漸的時候 缺水危機也同時解除 而且再一次 剛剛形成的煙花颱風 又兜過台灣直至迫向中國大陸 造成嚴重的災情 雖然是這樣 為處颱風高發地帶的台灣 過往被颱風侵襲的日子 從來都沒有少過 在過去一百多年裡面 台灣一共受到近400個颱風的侵襲 颱風的環流雨帶引發了狂風暴雨 往往使得人民生命財產蒙受巨大的損失 今天我李懸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台灣史上幾個著名的怪台 當然 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李懸都請大家 記得先幫我們的頻道 subscribe 按like和share 讓我們進入正題 由近到遠 依次介紹台灣著名的幾個怪台 各位觀眾都可以看看自己曾經遇到過幾多個 順便看看自己的部分是屬於哪一個階段 不單止是這樣 今次在中國大陸造成嚴重災情的煙花颱風 實際上和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除了路徑類似移動也很緩慢 只是今次的結果和2009年不同的是 煙花颱風最終選擇兜過台灣 直接迫向中國大陸 也為中國沿海各省帶來重大的災情 在當年莫拉克的環流語量大到令人眼睹 根據統計 當時的莫拉克在8月8日父親節那天登台不夠一天的時間 就幾乎將台灣一年份的語量一次性地傾倒下來 當時台灣中南部有很多地方的年語量紀錄 當日直接被莫拉克打破了 這個超大的語量也是台灣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 可以說是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災 也稱為八百水災 損失規模遠遠超過1959年的八七水災 莫拉克不僅引發了近50年來台灣最嚴重的水患 很多地區也發生了嚴重的土石流災害 其中位處於高雄的小林村也直接滅穿這個恐怖情境 至今也令很多人想到就不寒而落 印象深刻 根據統計 小林村有474人慘遭活埋瀰難 這個也約2009年的8月8日這一天 成為台灣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 而且莫拉克侵臺期間最終造成681人死亡 18人失蹤 也是台灣史上造成最多傷亡的颱風 不僅如此 莫拉克在離開台灣之後 繼續迫向中國大陸 重創華南華東地區 莫拉克的狂風暴雨 也讓聯合國以及世界氣象組織下屬的颱風委員會 在第四十三屆會議上特別被提出 大家自同意 張莫拉克這個不祥的名字 由熱帶氣旋的名單中永久除名 日後就改以艾沙尼取代 2001年的納利颱風 發生在2001年的納利颱風 在中港澳被稱為百合颱風 納利可以說是留在台灣最長的颱風 它的行進路線也十分奇怪 雖然距離已經20年了 但是很多住在台北的朋友 對於當年9月17日 納利颱風所帶來的917染水惡夢 一定無法忘記 納利颱風的路徑也非常奇怪 它才是持續在琉球附近海面打轉 反覆多次猶疑轉向之後 好像打定了主意的 緩慢地朝台灣直撲而來 非常特別的是動作緩慢的納利 由台灣東北面登陸之後 竟然罕見地選擇直接貫穿台灣中心 然後再由西南方出海 納利颱風的颱風眼由登陸到出海 總共在台灣停留了長達49小時20分鐘 也創下台風眼滯留台灣最長的紀錄 在納利侵台期間 氣象局更是前前後後 總共發佈了高達64次的颱風警報 這也是氣象史上的第一次 納利好像烏龜一樣的行徑緩慢 加上奇特貫穿台灣的路線 也使得當時的台灣降下破紀錄的大雨 全台各地災情頻繁 尤其是北台灣受創最嚴重 當時的台北盆地可以說整個幾乎 泡在一片黃泥水中 變成一個湖泡 不僅如此 台北車站和捷運更是慘不忍倒 直接被大水染沒 當場淪為儲水池 大量的泥水不斷灌入 當時的捷運西門站 甚至一度染水超過5米 當年納利的訪台 不僅讓大台北都會區交通整個 癱瘓也讓台北的捷運系統 整整停擺了長達3個月 才再次重新運轉 當時台北清垃圾的時候堆積如山 為了加快清理的速度 還史無前例地將市區的舊棒球場 臨時充當做垃圾轉運站 由此可見 不難想像 納利為台北帶來的破壞力 訪台時間最久 加上台北也受到重創 使得納利颱風成為台北人 心目中的惡夢之一 開個玩笑 納利是因為愛台灣 所以才留那麼久 但是對台灣人來說 還是快點離開台灣比較好 這樣才是真正愛台灣 1996年的賀白颱風 強烈的颱風賀白是1996年 誕生在太平洋的一個熱帶氣旋 它不僅榮獲當年最強和最大的颱風 更加進一步得到百年來最恐怖颱風的認證 當年的賀白屬於西北颱風 而在台灣老一輩的經驗裡 西北颱風是非常狂野野蠻的 賀白颱風的訪台行程 至今在許多台灣人的眼中 亦是揮之不去的夢遙 因為當時的台灣 已經出現了土石樓這個概念 但真正將土石樓發揚光大 讓這個名詞開始在社會廣傳 深入民心 正是賀白颱風 很多人正正是因為賀白的來訪 首次見識到土石樓這個名詞的真正意義 當年選擇由台灣東北的宜蘭登陸的賀白 讓自己的環流強風和大量的水氣 得以避開中央山脈的阻隔 尤其是結構的結實 簡直就是颱風界的健美選手 簡直好像來show肌肉一樣 賀白的肌肉究竟show到什麼程度呢? 當時賀白訪台時所夾帶的強風和暴雨 由於跟台灣西部的河水流向完全相反 也造成積水難以出海 因為這樣台灣北部、東北部、中南部的災情 也十分慘重 中南部更加是因為爆發嚴重山崩、土石樓 多人慘足活埋 造成的傷亡數字也十分驚人 根據統計 當時有73人離難和失蹤 相當慘重 1986年的韋恩颱風 發生在1986年8月的韋恩颱風 相信是很多人 記憶中難以泯滅的超級怪台 沒有其他人可以比得上 因為他奇特的地方就是他詭異的行徑路線 至今仍是侵台的颱風中最奇怪的一個 可以被人說是一個颱風 兩次登陸、三次警報、四次轉向 偉恩的怪異行進路線 但形成在菲律賓西方海陸的韋恩颱風 卻一反常態 極其罕見地選擇由台灣中部續水溪口附近登陸 因為少了台灣中央山脈的阻擋 偉恩可以在台灣西邊的中部地區損失慘重 當時很多平房屋頂被整個飛起了 還造成了6,000多間房屋倒塌 偉恩由花蓮出海之後 大家本來以為偉恩帶來的噩夢即將隨著他的離開一拼消失 但沒想到 這個時候日本附近的海面居然出現了高氣壓 阻止了偉恩繼續向東行進 然而不幸的是 東方海面又出現了另一個強烈颱風 微拉 在他的牽引之下 使得偉恩在石環島附近的海面打轉 屋漏偏逢連夜雨 當時華南沿海東北風也持續增強 種種機緣口合之下 讓偉恩選擇再次訪問台灣 而這個時候由於微拉颱風不移 加上東南東方有一個颱風形成 互相之間形成了拉腳 這個亦都給偉恩颱風就好像一個鬼打牆的醉酒佬 在台灣南方海面轉了好幾個圈 原本已經變成了熱帶低壓的偉恩 在吸水大量水氣之下 又復活成為了一個颱風 開始增強 整個過程亦都被台灣民眾 搞到心不上不下 最後還是靠著太平洋高壓增強 向西邊延伸 偉恩財心不甘情不軟感 漸漸向西邊遠離 偉恩除了路徑詭異 亦都是台灣氣象史上 生命算下去最長的颱風 中間由垂死到滿血復活的過程 亦都令人嘆為觀止 偉恩颱風由8月16日生成 到9月6日消散為止 一共生存了22日 超過了3個星期 在偉恩離開台灣之後 大家忐忌不安的心 終於放下了 能夠全心全力地整理被摧毀的家園 1979年的賀撲颱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颱風的生命期並不是很長 而且一個颱風如果能夠影響到7、8個國家 就已經可以說是非常罕見了 但1979年的賀撲颱風 不僅生命期遠超於一般颱風 影響的國家甚至有十幾個 由7月24日生成 到8月8日才消散 行進路徑更長達六分之一個地球 如果偉恩是台灣界的始祖 賀撲不僅可以說是颱風界的小旋風 更可以說是馬拉松選手 柔潤性十足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回顧當年賀撲行進的路徑 他在關島西北方形成之後 一路向西堅毅態度 好像當年唐僧西天取經這樣的氣勢 賀撲颱風先是掠過台灣行進的南方海面 就只是輕描淡舌地帶過 也讓台灣和菲律賓兩地都傳出災情 緊接著賀撲在中國的澳門附近登陸之後 曾一度轉入為熱帶低氣壓 但是反常的是賀撲並沒有像一般的颱風 好像上了陸地之後就開始減弱和消散 這個時候賀撲反而持續向西挺進 選擇貫穿越南、遼國等中南半島的國家 然後抵達孟加拉之後出海 就在大家一致認為賀撲再反常 他的生命周期也都已經面臨結束的時候 賀撲竟然超常出現頑強的生命力 繼續強勢地向西走 說他在登陸了印度之後 賀撲覺得已經達到了向唐僧致敬的目的 先在附近消散 為自己神奇的生命畫下了句號 奇妙的是賀撲的英文名 hope 正是希望的意思 賀撲如此驚人的生命力和有韻性 但是你原來覺得賀撲這股對生命的熱愛 還是留給人最好 不要自己帶在身上 當然每個颱風帶來的災害都不能忽視 他們的存在也一再提醒我們 絕對不能輕視大自然的威力 尤其現在社會看起來好像非常進步 但真正遇到這些災害的時候 帶來的影響往往是全方位的 複合型的 還會起到連鎖的反應 帶動其他災害的發生 所以唯有平時做好準備 這樣在天災來臨的時候 才可以盡可能減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 不知道今天我李懸 和大家介紹的幾個重創台灣的怪台 住在台灣的觀眾又知道幾個 也都曾經遇過幾個呢 也都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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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